Hello 你們好 我在山上 今天我們去吉澳和鴨州 吉澳和鴨州距離大約15分鐘船 位置在沙頭葛爾東 是香港最接近中國大陸的離島 早上9點鐘 由馬尿水馬桃出發 船會途經黃竹葛咀的鬼手 今天水像看不到鬼手 船首先到達吉澳 再去鴨州 我們搭港鐵到大學站 再步行到馬尿水三號碼頭 再搭船 船飛可以預訂的 但今天我們沒有預訂 我們去到碼頭才買飛 來回90元 還有導賞魚在船上沿道講解 吉澳和鴨州 是星期六日和公眾假期才開船 船由馬尿水到達吉澳大約1小時半 跟住船去鴨州 我們有2小時在鴨州逗留 跟住坐船去吉澳 還有一個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去鴨州 就要留意潮漲問題 今天潮漲問題 我們不可以在鴨州 捆邊一周 也會浸透到 今天也可以走到 昨天可以走到 昨天不會在海浸和浸泡 今天可以走到 昨天可以走到 看看下面可以走到 看誰可以走到 先來以為不 calidad 先代拿酒 昨天浸泡水 剛剛也要浸泡水 昨天會長得很厲害 對 今次開始會出發 tandring 天后都行不到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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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鹤家即日栗乡 和海水乡时只能大乡 因为我是鹤家 這好不然 黑咖 這好不然 黑咖 那是黑咖 這好不然 我先走了 這裏是鴨州故事館 鴨州的原文是不拜觀音 不信天后 是信基督教的 為何會有一批人呢? 今天1960年代開始 香港的漁業開始走下波色微 走向工業城市 所以漁民就開始找出路 當時所羅盤有些村民就去了英國 英國剛剛開放大英帝國很厲害 很多激行地 酒店、廚房超越很多的勞工 香港人就像他們一般 總叫做現在的BNO移民 那時候叫做飛蛇子 什麼叫做飛蛇子 為什麼叫做鴨州呢? 因為島的形狀好像一隻半浮沉水邊的鴨 因而為名為鴨州 因而為名為鴨州 因為島的形狀好像一隻半浮沉水邊的鴨 如 RespONE不是耳朵胃浮沉水bs 沒用 provided 大家大小跟牡sa 國上掩向海城 用電腦上外加排水 座古心 亭的蒜 以示威者 真不重要 每天 К坦中 和利水 譴不上 省 所以 鴨洲观景台 鴨洲有标高传和28米 鴨洲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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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進入鴨窗 鴨洲观景台 鴨洲观景台 驴鸟 鴨洲观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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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為何會來鴨州呢? 是因為這個地質點點非常激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現在我們看到對面那裏 就是深圳的燕電房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能看見 ambulanc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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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一個小型的運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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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